不向長權不服 堅持以理服人 議論擊石 好,我們由國際回香港 又回國際 講回學法國 剛剛那個禮拜 第一輪投票完了 我就登了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預測 馬尼勒鵬會以首名出線 贏了排位賽 當然不要緊 現在排位賽就贏不了排第二 由馬克龍去領導 去贏出第一輪選舉 但也沒有贏不贏出 因為頭兩名都可以出線 其實這件事都很拿膽 為什麼呢? 因為馬尼勒鵬作為一個 二戰之後 都沒有試過這麼極端的人 能夠走上去 最後一回合的選舉 老老實實 現在按民調 因為現在法國 左中右 全部都呼籲人 投票給馬克朗 就不要投票給馬克朗 如果民調 六成成票給馬克朗 三成兩片給馬尼勒鵬 馬克朗當然是大票數贏 但問題就是 5月7日才選 中間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對 如果這個時候 有些什麼人 以及有些事情 你不要說我 ISIS 他們有看著這些事情 他們這時候是搞事 對 他們搞一些大件事 你知道巴黎那一派 你知道現在歐洲恐襲 大概每個禮拜有 所以 搞一些事情 你說馬尼勒鵬可以拿到 這麼多票 你說跟你之前 在巴黎那一宗 那一宗集經有沒有關係 你說沒有關係嗎 我就覺得未必 對不對 所以 所以現在 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而且 現在兩個人 正面交鋒 因為之前 叫做大運戰 現在馬尼勒鵬 就直接攻擊馬克朗 事實上 馬克朗 也有些事情 是令到人 不太滿意的 例如他什麼呢 他基本上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 怎麼說呢 真的很舊 他是一個挺人 他是搞銀行家 做投資的 爭歐盟 就是完全是什麼呢 保持現狀 是 就是基本上 不會怎麼變的 但是一個問題 就是 他有什麼方法 去刺激法國經濟呢 其實他也是 拆牆鬆綁 等等 但是一個問題 就是 對於這些事情 你說可以創造就業 就是說 令到那些 增加那個 企業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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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請到人嗎 喂 可能請到的 不是法國人 怎麼知道 譬如說 因為你想想 你現在 你在歐洲 全世界都很失業的 全部都是低技術人 人 喂 而問題在於 有新企業 有新實戰方向 全部搞什麼 搞科技的 做網頁的 做IT的 做網絡的 喂 那些人真的不會請回法國人 分中美列 嗯 那他叫做什麼呢 喂 原來 中東 什麼敘利亞 有很多 高技術術人 在那裏走出來 嗯 誰知道請多些難民 那怎麼辦 嗯 所以老老實實 嗯 現在呢 馬克朗所說的一件事 是不是真的解決到 現在最支持 馬尼勒龐那班人 的言微之急呢 我也保證 保證不是 嗯 那當然這個問題 馬尼勒龐呢 亦都是 即是他所主張的事情 亦都是開歷史倒車的 那但是 當然人類社會發展呢 有趣之處就是什麼呢 有時候開倒車呢 就有人當他開 就有人當他前進的 有人當他大 即是你明明開倒車 就當你大躍進 是 即是 你回頭 其實現在 現在講的那些事情 就是要要要要 即是法國人優先 其實這些事情 即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說的那些事情 即是那些是納粹說的那些事情 但是 只可惜今天 即是 即是 以前也是這樣 即是德國面對的困境 意大利面對的困境 其實也是 將它 包裝成為 一個什麼呢 對於法國文化 對於法國人的一種威脅 嗯 但是今天 那 我經常說這些事情 有些人說法國的文化 不再 因為越來越多些非法國人 有很多 那些 牧斯林 其他移民 對 我覺得 錯不完 的確是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文化的東西 從來都是 ever changing 對 是 ever changing 尤其是越是 越是 那些 中東 東佬進去 都真的自己 搞自己的事情 融入不了法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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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文化裡面 就是他們 文化的 正在 所以大融路政策 融入不了他們 是 他們經常說過 是 所以有很多 問題 那 所以 你問 先說一下選舉 現在 我覺得 馬克朗 可以拿六成選票 我覺得 就 未必 但是五成多 夠贏選舉 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 但是 如果去六成 大家記得一件事 現在 不是小學生 生默書 只要生默書 只要100分 就是說 大國選舉 如果你拿到六成多選票 這個是 超大勝 這些叫做 不行的 就是 不會 不會贏多少 你想想 其實 你想想 美國 就算 希拉里 就算他贏 普遍 他也贏不到六成 那麼多 對不對 當然 最後數選舉人票 就數死了希拉里 對不對 所以 當然 美國人 就不會再 即是 漏漏都說 要改選舉人票制度 但漏漏都改不了 說真的 因為你在國會 那些演法 在國會上 有一半人 特別是說 共和黨 他永遠都不會肯 你這件事 對 因為你永遠 只是暫時來說 選舉人票制度 永遠對共和黨有利 你發覺每次都是 即是用選舉人票制度 推翻了普遍的結果 所以 共和黨 在國會上 一定不會讓你過 亦都要修改 憲法的門檻太高 太高了 太高了 你想想 共和黨 多差都好 他不會拿不到 那個選舉 就是那個國會 還有 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產生國會議席 那個數目 那樣東西 都不是proportional 對於人口 對 所以為什麼呢 這幾個肯定就是 你在共和黨 黨的選民基數 少 但是他是得到 比他的比例 多的議席 因為逐個州人計算 是啊 當然 你也是 這個也是美國的傳統 即是 譬如你加州 你這麼不滿意 你真的獨立 說真的 他有圖件 說真的 他有圖件 OK Anyway 發覺這件事 我暫時覺得 馬克朗還是 還是 還是 有 這個 就是 勝算 是大的 勝算 是大的 但是 要 就是 沒有guarantee 那些 沒有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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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這次反而 你問我 我就覺得我都敢買下去 就是 Donald Trump那次 你問我很肯定 誰贏呢 不敢 但是這次我都可以肯定 嗯嗯嗯 因為 應該推票給馬克朗 是啊 因為 真的 其實我也想少說 因為法國的選舉制度 兩輪投票 安全係數真的很高 是啊 因為兩輪投票 對 安全係數很高 你美國那些其實真的很不穩定 你還要再加一隻這樣的選舉人票制度 嗯 當然啦 選舉人票制度可以 可以 很多討論 我們就 我們任務委員 好像香港那一站 有點盲目 亂說 香港很多盲目 好笑 OK 我就說這麼多 當然啦 如果馬尼勒棚在這個地方 被人 停止了 歐盟之危 其實是未解的 因為法國之後 德國 就到德國選 是啊 德國呢 沒有人說 德國自己不准退歐盟 是啊 對 就是選了AFD出來 德國另類選擇黨 哈哈 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他的黨魁結文明 我忘了 總之都是一些瘋子的東西 當然 所有瘋子的東西 其實都不算瘋子 是啊 就是說 就是說 他們說的東西是瘋子 但是他們的出言不瘋子 正如做什麼呢 就像香港的本土派一樣 他們說的那些東西 是瘋子的 但是 之所以他們可以冒起 整件事就不瘋子 是有得解的 剛剛第四節 我們說一下這個問題 近來有些吵架 他們的本土派 我們當花生友在聊天 OK 那這節先說完 OK 我們就當花生友 好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